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他在95年就获得了相细大师的称号 也可以说在逸林征战不少年了 张维彤最近几年的调子还是保持得不错 那么我觉得他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特别用功 对于各种布局都是有比较多的涉猎 而且他摆的棋还是比较有深度的 对 他有时候布局阶段经常走出一个很新的一个变化来 并且他这种积极求胜的精神 也是值得广大的年轻选手去学习的 就是说他下棋不去轻易言和 去敢于面对挑战 接下来黑方走炮八瓶九 九二瓶三 炮九退一 这些变化大家都很熟悉了 中炮过河狙对平马 平马对狙 那么走到这儿红方有多种攻法 最终采用的是马八进七 黑方走狙击 这个狙击一就是一个比较冷僻的打法 在全国赛当中应该说用一个词来讲 就是出现的层次不多 偶有出现 高手当中走的人就是更少了 对 尤其他个人赛赶走这个冷僻的招法 我觉得也是平时肯定是研究的很深了 这招局最主要黑方是想利用狙炮 这种配合来合为红狙 达到一个集中子力的战术意图 对 然后在红方的右翼主要是三路线进行一些反击 但是它不足的地方 就算右翼长起来以后 右翼后方有点空虚 它打破这个子力 平衡部署的原则 是不是就显得是双方各攻一翼的一个气 黑方把子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左翼 红方肯定是这一翼要强一些 但是红方大多数选手都采用这种攻守平衡的打法 红方先走了一泡花瓶酒 对 瓶炮 黑方拘一瓶六 他准备打死拘 对 最老的棋谱也有人做了很多尝试 这个在八九十年代吧 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 有很多取手去尝试 但是这个棋通过大家的实战 不断的总绝呢 还是感觉红棋呢 不容易控制 黑方有强烈的反击 红方呢只能吃这个泡 是一个一句话二的一个棋 然后再吃 他想着这也是吃双啊 然后黑方这个说这个 98.8 对 这个棋呢 当然后边的变化也很多 它有泡瓶六的 有瓦七瓶六的 吃马肯定不行 吃马他打兵 然后再打相 对 那就是红方不能贪吃一个子啊 然后再开炮 这个黑心马上就形成杀势了 是 可能比较稳健的 就是这个棋呢 就是给大家点到这里 就是G8金 金8一点 他下部棋有一个 浸泡打兵的先手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就比较 有攻势 红方这个棋呢 就非常难控制 难以驾驭 这个棋呢 理论上认为呢 黑方比较有利 所以这个布局呢 红方就没有人 再去这么走了 当然也说不准 什么时候 红方又研究一些什么招法 再来 那就打破 现在的一些理念 其实布局的前进呢 往往也是要 打破旧的观念 然后推身出新 当然这个比较难 因为前任已经有了很多经验 这时候可能走的更多的是 马七金六或者是G3 捐递于最多 捐递于最多 但是这盘棋 红方先走立马七金六 也可以 这时候黑方又有一些选择权了 他是先炮酒瓶器打呢 还是补个事 他实战是补的事 对 马七金六呢 也是老普 黑方炮酒瓶器也可以 那他可能就 我们给大家摆摆吧 对 因为这个要回答这个打死局 红方怎么解救的问题 对 红方呢是 这里呢 有些桥手 然后红方马六金五 对 就登东斌 我们小时候啊 八几年就下这个棋 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对局啊 我也下了红棋 我一蹬啊 对方马三金五了 吓了我一跳 你以为把局打死了 怎么对方用这个蹬了 后来我一看 这个是白痴 对 吃完了以后 黑方这个中马就细死了 这个棋一步棋就结束了 对 这个中马就肯定丢了 你看炮二金一呢 你这G9瓶器一桌 这个炮可能也逃不掉了 对 或G3瓶器都行 G9瓶器最简单 你补个事 我才G8 G3退一 G3 或者是炮九斤四打边兵也行 对 你补事 我炮五斤三又已吃 就这个中马肯定就是丢了 所以说这个马三进五是漏招的 对 他就是太想把这个G打死了 对 所以只能马七进五 然后洪方再G9瓶八 先手捉一下 这时候他是炮二退一吗 还是有什么G6瓶二 都可以 我们G6瓶二摆一下吧 就这个棋呢 洪方其实也很难占到便宜 对 基本上军事 但只有打马 对 把中马换掉 打掉 再登掉 再杀姬 再炮七兵五 这个其 再補个像 对 因为你炮九兵五的话 太生硬 人G8G6 有反击 等于说 红方兵种好一点 对 因为黑方有炮兵五 这么一个转化 转化呢 应该说黑方也可以 但是这个不知道 郑微彤呢 肯定是了解这些变化 但是他之所以 连这个变化 他也放弃 就证明他对那个 十六七五的变化呢 他是很有信心的 对 他这时候先补了一手试 对 他下部就准备打死 这个时候呢 还要讨居 如果G6瓶妈的话 跟刚才呢 也是有点像 对 那个喜好男黑方 也是可以 这个 G8进吧 对 G8进8进 当时 当这个局面下 红方就G3退1 吃足了 这个其实这样 走的也挺多的 他炮 9平7 对 他直接打一下G 红方G3平8 捉 黑方炮2平1 炮2平1 对 红方这个时候 走B3进1 这个老普 还要走G9平1的 但是他是 怕他G6进4捉 然后他 或者怕他炮一进4打边兵 再炮一平7打过来吧 双打 对 所以他这时候 足三进1先挺 就是这么走的好处 他能给大家说了 就是避免打这个 再打这个 形成这个子力 子力的这个 优过来了 把这个炮 对 这个等于说 黑方的子 全集中在 红方右营 这个时候黑方 马进吧 还是继续上马呢 对红方呢 这边呢 采取这个 然后红方走G9基1 他想通过这个掌区啊 来对右翼的阵地呢 进行一个侧应 实际除了这时候 还有一个平行的变化 是 好像 这个是辽宁的这个 博文波大师下火 嗯 红方应该说略好一点 对 嗯 但是G9基1 可能下得更含蓄吧 好 之前您也给我们讲过这期 好 那个我们咱们 北京队的刘欢大师 也下过这个期 当时也选择的是兵器精役 您当时还给我们 讲解了这个期的 整体的思路 这个期还是红方呢 感觉应该略好 但是为什么 孙永龙大师没有走 他可能是 怕郑微彤 这里又有什么 啊 飞刀吧 嗯 他选择是 这个期他如果打 红方就继续冰进一躬 嗯 你打过来 我就居住这样吃 应该说红方呢 也是可以 嗯 但是这个实战当中呢 红方就 想走得更平衡一点 想这个居将来掉过来 嗯 但是黑方呢 就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黑 黑方就炮 七进五 对直接是一个交换 那炮七进六 红方炮底分散 然后马八进九 对 黑方这个转换完了以后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想 利用左马 一登边兵 然后对红方的阵地呢 有一些潜在的威胁 对 但这个红炮它也 红方这个炮肯定是 躲到边上最安全 因为你等到这儿 它换你将来都是先手 是 所以说 退一步呢 又把对方 它老虚八进八 是不是拉住 下底虚什么都有手段 炮三平一呢 是最安全的 这个是最好的棋 然后黑方这时候进居桌嘛 对 然后红方虚九平六保路 嗯 黑方像七进五 黑方补像呢 就是保留这个 居八平六的 这个触动 嗯 而且这个棋 黑方的三路马 是不是有一个问题 老师总觉得 这条危险 黑方的三路马 实际上是一个美人计 嗯 你要是去吃 那你就中计了 因为这个地方啊 嗯 黑棋有很多的反击的手段 这个棋实战当中呢 红方是走了 十六进五 对 他可能感觉右翼啊 不安全 他想先补一招式 但是这招棋也是偏缓 嗯 后来再次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啊 王天一就对张维彤 就前两天那个会计赛下了 对 我看他们有一个 他就直接G8平四了 嗯 那张维彤 临场选择了G8平六 嗯 来我们摆一下 对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最新的下法 嗯 他G4退一 退一吃掉 对 他G4进五 对 嗯 洪方抱平气 这是在财神奔下的啊 对 然后黑方马就进气 洪方是 王天一 黑方正为同 嗯 那么这盘棋呢 王天一呢 最终取得了胜利 当然是快棋 嗯 快棋啊 就 中局走得粗糙一点 嗯 对 这个棋 黑方好像也 打 嗯 这个棋啊 还是红方呢 占优 是 但是他们两个呢 走得都不对 快棋呢 嗯 加三秒的快棋 我觉得反正就是练反应 嗯 这个质量上呢 你不能太强求 这个马四尖二是 林场他走得马四尖二 对 马四尖二是准备马二退三 登了你居六平三 那个红方不能忍生 对 他只能这个抛弃平一 然后他马三尖二 他又走了个怪招 对 他马三尖二 他是不是赶紧居六平气 把族吃掉算 这个走法啊 嗯 他林场的快计计算 一定就算马三尖二 对 他想连贯动作 因为不然的话 这个马跳到这儿 嗯 太难受了 这个马 没有好路 黑方马三尖二 三尖二 红方马六尖七 嗯 然后黑方 居六平三 正好把族吃掉 对 红方这时候也是 他也不能补像 红方补像肯定不行 不像呢 这就砍着像的 对 他一将马六尖四 登出来 就你飞向他 还有砍这个 还有江 都可以 这两种啊 他是走了一个 居六平八 嗯 这招棋啊 也是假棋 这个王天一 跟郑维同下的快棋 嗯 所以说快棋呢 有的时候 就骑手 精神开校说 快棋是有毛病的 对 特别是六加三的快棋啊 嗯 那毛病就多多了 是 这个地方 红方啊 就是应该居六平二 当时讲棋 我也去看了 嗯 那个李洪嘉大师 这个棋就是军事 这个棋 这个棋非常巧啊 就是怎么回事呢 几个变化吧 一个像七进五 他 对 如果你像七进五 他就聚串串 对 聚串串串 你吃马 他租武器 正好是 转化 就合了 你吃这个马 他杀向一枪 蹬你这个局 是吧 你如果 你如果鞠吃这个马不行 我杀一枪 蹬你这个马 我还多像战友了 所以 马四进三还有 对 所以马尔金四呢 是一个军事 他如果蹬掉马 我就吃掉 你打的话 我马尔金四吗 我马尔金四吗 对 我说抽你鞠嘛 对 有一个先进后 你合鞠 我鞠逃了也行 吃兵也行 对 可以 等于说黑帮有一个 马尔金四的一个巧手 对 但是张维彤呢 也没看出来 他走了一个什么 他走了一个抛一平二 一招就走输了 对 人家正好马契 他好像飞了个像吧 对 捕了一手像 捕了个像 是不是 对 这么一点就完了 对 抛一间 黑帮总没得走 对 就这个棋 红帮下不抛一平二 以后再下底炮 我们这讲句效率够高的 不仅把这个 张维彤 这两马契都讲了 这盘棋呢 是快棋下的 张维彤输的这盘棋 这是最新的打法 最新的下法 也顺便介绍给大家 因为跟这盘棋呢 有很强的关联性 对 就是个人赛之后 紧接着有一个 一个快棋赛 而又下了一盘 这样同样的一个对局 所以说这个棋呢 应该说呢 这些变化呢 也是值得 这个大家这个玩味的 总之呢 红帮这个G8平四 是王天一呢 改进的这个走法 改进的这个走法呢 肯定是比他这个 孙永中这个G8 16进五 要好了很多 但是他为什么这个棋 这个G8进二不能走呢 因为对方呢 这个有下地区 对 直接就下地区 下地区就简单说 砍向89进七 将来登市 登两个市 对 很厉害 所以这时候 红帮这个G8平四啊 也是 G8平四正转 红帮还是保持略先的基调吧 对 红帮呢 实战当中呢 他是走到十六进五 对 这个棋呢 就是动作呢 是想 把右翼的子 阵型呢 加强 对 但是动作是不是 还是慢了一些 但是就说 这种防御啊 是不能永久的解决问题的 对 就是右翼毕竟还是空虚 所以这个十六进五 为什么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大家 请朋友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为您带来 后面的精彩对杀器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回来 继续收看 孙永珍直红对阵 郑维同的对局 走到这儿呢 红帮不是 黑方呢 就开始了他的反击 对 黑方先走足三级 一冲 他 是不是先走 他是先进马 对 进马也是可以 他准备下步 走一个G8进九了 这好像还挺严厉的 红帮是走的 他当时走了一个 炮我平七 这招棋呢 也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对 如果现在G8进九的话 他是不是有一个 G8平四 再过来对局 对 这个棋 当时他走G8平四呢 他肯定又不肯了 他怕他G6平七吃足 吃了足将来 将来你有没有炮我平七了 这样对局他吃足 炮我平七 有个马七退伍 东双鞠 所以说这个补市以后啊 就是说的 由于补市啊 不能完全把这个阵型呢 掩护好了 对 所以这红帮这个棋呢 还是多少呢 有点难过 还是不如 王金鑫这个G8平四呢 简洁 一招对局呢 就化掉棋了 那这个棋 可能还是应该G8平四对局 尽管不好 可能还是缓和一些 对 然后或者走G6进一 G6进一呢 就是为了将来 多了个炮我平四 可能比实战呢 也要好一点 对 他实战炮我平七 好像也是比较慢啊 这动作 因为黑方这个G8进九 拦不住 对 黑方走的G8进九吧 他是先 对 先送入足 如果G8进九 他可能G8平四过来就G 所以先送足 他要G8退三 对 他G8退三回来 这儿黑方去8进九 这种下抵军呢 大家一定要 要仔细揣摩一下 这种棋很厉害 双军马 配合这个抵军攻势啊 是非常凶涌的 就是由于黑方 这个右翼啊 太空了 如果这个炮能走到这个视角就行了 但是来不及 红方无奈 这个相补不起来 相补补就砍死了 对 所以他就拱过去了 硬的头皮拱过去了 然后G8平七吃相 这个相丢了 这是沙棋 红方马里雀武 尽管守住了抵士 但是丢了一个相呢 也很大 其实黑方走到这儿啊 还有个凶的走法 我也后来研究这个棋啊 就黑方直接登中视也是可以 直接吃 那他只能 叫我去 用老手来吃啊 对 我就 再吃着你 他还得泡一瓶四 对 然后我再去六瓶三勾住你 就可以了 这个兵反正 你也没什么大力 那等于就是先七一个子 换两个视也是可以的 对 因为这个棋啊 正所谓 瘸是怕双区 这个区还真对不上 对不上呢 这个棋将来呢 就是有较多的顾忌 而且你看你这两个炮 没有机会来进攻 完全进攻防守 黑方如果 如果红帽没有很多动作的话 黑方是不是 左九进一 过边兵也都可以 是啊 是有这种可能 就是这个少两个视 这个全线防守 是太艰难了 对 这个灯视呢 也很厉害 他没有选择灯视呢 他比较稳啊 他走了一个 退马 退马 对 他是 他是先刨一瓶四 打出去了吧 对 可能是先打出去 先打 然后向金九 飞了一手 你要打出去 他拱兵 他马三对一 他向金九 来 他刨一瓶打 打拱 他马三对一 他非这个边向 他非边向什么意思呢 他就怕这个敌意 将老打势的起 是 另外他避免 他居住平三 他这个打法呢 也是没有起到 这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 是 因为这个地方呢 还是亏损的太多 洪方这个打 他老不肯打 主要打了 他吃回来 你这个炮怎么办呢 居团一吃 他这个炮还得后手逃 对啊 然后你这个中马 还被我的居牵制 我以后居六进一 居六平五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还是有一点痛苦 对啊 这时候黑帮又 如果他不走这个棋 如果捉一下 他走这个 再捉一下 他走这个 这儿可能是不是要好一点 不是 捉一下 他会不会也泡一腿回来 所以他这个时候拱不好 可能应该直接捉 他平 再捉 不给他退化的机会 对 是吧 这儿呢 可能洪方呢 从某种意义来讲呢 有些缓和的可能 也是 将来呢 这个实在不行 还有这个机会 对马的 有些战术机会 可能啊 您说还得把这个马给你换掉 对 就是说洪方呢 他不肯 就是这两手走完了以后 他又想把这棋名保留 他还是对 黑棋啊 这个潜在的这个杀伤力啊 估计不足 这是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 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黑方这时候就走了一个 抛一推二 这个抛一推炮很明显嘛 准备老炮调过来 你现在还是换不起 换完了以后 他吃的将来 还有什么炮一瓶八 百中炮这些手段 炮一瓶五炮一瓶八炮一瓶六 都很厉害 对都很厉害 那红方七八进三 卡住 卡住 这时候黑方 感觉走得很 九六进三 对走得很好 九六进三一点 这叫杀 这时候反而不敢换马了 换马就丢子 对现在主要 一步要砍死你 对他只能跑去推二 这么回来防守 那好 这个炮 虽然守住的底势 但这个马就脱根了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黑方呢 这个时候走得很细 他利用这个 缠斗的这个招法呢 把红方这个子力 逼得很难受 他一瓶 他又一拙 又一拙 这个地方呢 应该说 红方呢 这个就陷入了非常被动 这个棋 他炮二平一 是不是黑方会 居六平九 又把炮捉死 对啊 赵昭这棋 红方有没有什么 鞋点过来 有没有这种反击的手段 应该是 好像也 那鞋动不了 关键 对啊 来不及 对 本次个人赛呢 是在这个江苏无锡 这个进行的 因为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呢 也曾向大家呢 做了一个介绍 男子组的冠军呢 是王天忆取得 女子组的冠军呢 是唐南取得 那本次比赛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江苏 省方位面的大力支持 对 由这个棋王九夜 独家冠名赞助了 本届比赛 而且比较有意思啊 最后这个颁奖的时候 还特意为我们这个棋手 赠送了一大坛 这个棋王九 作为这个礼品 然后也是体现这次比赛 这个很有特点 它的棋王九呢 是来自贵州茅台镇的 这个酱香酒 反正大家呢 在闲暇的时候呢 有的还品尝了一下 觉得还是 口味还是不错的 是 也希望呢 这个越来越多的企业呢 能够关注 这个象棋的比赛 当然江苏的这个象棋 这氛围也很不错啊 因为这个江音啊 当年呢 也是属于这个无锡的啊 就是搞了多次 这个全国业余期望赛 另外的这个江苏无锡呢 现在的江苏的那个少日基地呢 也在那里成立了 这个徐超啊 张光凤啊 他们这些教练 这些特大们 也都经常到无锡呢 进行训练 我觉得确实 江苏呢 象棋搞得还是非常不错 对 然后他居住平和一桌 如果走这个 对 唐三你说这个对 他居住平就一勾 这个炮就逃不掉了 所以洪方就很无奈 他就走居住平和 这个居住平和 这个居住平和 这个居住平和是别炮的 但是这个炮呢 别不住了 走到这儿呢 黑方是攻不忘守 如果你 炮一平六直接过来呢 他可能底下江玉军 江玉军 就这样子 对 这样子 可能是江 你要是电炮 肯定不愿意 或是他可能出降 出降在知识 知识 然后他在炮七平八 好 那这个旗说不行了 对 你可能炮还得回来 对 还得把炮调回来 当然下部旗 你能有什么灯式的旗 可能还是黑方优势 黑方以后 还可以炮二推二 炮二平四这样子 主要是六指级 抬不起来 对 当然这个炮一平六呢 也是可以 逼着洪方走 但是郑维同呢 在这里显得更老了 是他这个局面下 他也不着急 这个进攻 他走得好 他项目退期 他呢 就是让你这个底线的 彻底安全 对 这个旗 作为洪方来讲 下部这个抛一平五太厉害了 主要我 知道这个旗 我一直在想 洪方这六路区一直起不来 起来的话 有没有这种闷弓的杀影 他可能只能走 冰五金一 然后黑方可以再补过三项 再相当就补一手 这儿呢 黑方就是把自己的阵型 补得很结实 最主要是洪方这旗 不好反击 这个子力都受限了 马洞 这个底线危险 洪方再看看 能不能炮七平八 什么 这样平过来 那他 有没有组五金一的旗 你将他马一退三 就总之 黑方老有这个组五金一的旗 应该是黑方占有这个旗 或者黑方以后 这个抛一平六比较厉害 比较严厉 抛一平六也很厉害 对 不知道抛一平六该怎么解决 甚至我这个像都不补了 我就直接抛一平六 补过像这些 这个比较扎实 是 总之呢 这个旗 这个底线这个攻势 太强大了 洪方面临着这个威胁 他也没有走得很好 他最后几步骑 时间也紧了 走得就比较粗 他走了一个马不进七 对 直接跳上来了 黑方本来这个时候 直接走抛一平五也很厉害 抛一平五 他可能还得 是不是还得马七进五跳上来 那抛五金一江呢 一江 他再出将 出将就杀死了 出将 马七进五在灯室 马七进五灯室 就是说这个地方 黑方等于四个大子连攻 他实战走 抛一平六 抛一平六 还是继续 这招其实也很厉害 准备打底试 对 无论你怎么去吃 他都是砍一将 对 打完底试以后 黑方无奈走杨脚市 黑方不去对局 人家再抛一平五江 对了局解明了 正好还有一个抛一平五江 所以走到这儿 红方就认负了 出将的话 杀棋 对 这持压局 洛氏也是杀棋 洛氏他也是这个 对 所以这个 所以黑方这抛一平六 那你就只能招二平四卡了 那丢局就下不动 是 所以说黑方这个布局 这个整套这组合权下来 还是构思很精巧 对 那这个棋最主要是孙永征啊 可能是没有想到 黑方这个子力 集中起来这么严厉 对 所以在中局制定计划的时候呢 有一点偏差 可能还是想进攻黑方的三路马 所以才抛一平 他想寻求这个对攻 但是呢黑方呢 张维同走的呢 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以近乎完美的招法呢 战胜了对手 也是迈入了四墙 好 那今天的这个相亲事业呢 就为大家呢 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 谢谢大家 朋友们再见